大家好,我是罗盛 这里是专注技术分析的频道 简单、完善、专注是本频道的核心理念 今天我要通过一个正在运行的K线 向你解说一个非常实用的 长线的能够带来大量财富的操盘技巧 以往我们都是通过复盘来解说 今天是用实战 在12月24号这天 阿里巴巴被中国政府反垄断调查罚款 导致阿里的股价直接滴开滴走 暴跌大概是14%左右 很多的网友以及我身边的朋友就会问我 这个该怎么办 是该抄底还是该割肉离场呢 我相信很多华人投资者都有 买阿里巴巴的股票 今天我就通过石盘向你解释 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其实很多的财富机会 都是逆向不逆势的 逆向就是逆着当前正在运行的方向 不逆势就是要顺应这个行情的大趋势方向 好的现在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到K线石盘 好的现在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们先讲一下消息面 再回到技术面做解说 我们看一下阿里的股价 在9月底10月初 这一段是不错的上涨 那这个是 蚂蚁金服要上市 很多投资者认为 蚂蚁金服上市 如此大规模的 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IPO 会让股价继续上涨 有好的预期 结果股价是不错的拉升 但是由于上市被暂缓 这是一个严重打击投资者信心的 一个利空消息 导致股价迅速的回落 回落到了日线的隧道支撑 做了一个横向的运动之后 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的约谈和罚款 让原本就不太乐观的 投资的情绪更加的悲观 情绪展现的非常迅速 在一日内迅速的暴跌14% 最低点的话 大概是到了17% 那目前的情况是不是值得买入呢 我们先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虽然它被调查 但是公司就不运行了吗 苹果 谷歌 亚马逊 Facebook 都经历过反垄断的调查 但是股价都继续走高 都创了新高 虽然中国的政治体系和西方不一样 但是阿里这样的一个大而不倒的公司 不会因为反垄断调查就不再经营了 阿里在全球有十个亿的用户 在中国有很多的产业 比如说淘宝天猫 比如说支付宝 这些都是中国非常关键的业务 不可能因此被取缔 只是这次调查 让阿里更加健康的运行 仅此而已 可能做一个调整 还是会继续拉升的 OK 这是消息面的解读 回到技术面 目前这两次调整 都是刚好到支撑位 都没有改变技术面的趋势 我们看一下阿里的日线的趋势 从2016年这一笔向上的突破加回落 确认了阿里的股价的多头趋势 至今没有被破坏过 没有被破坏过 当趋势没有发生逆转的时候 我们就默认它会延续 那也就是说趋势大概率上是会延续的 然后我们再看成交量方面 12月24号的这一天 成交量是非常惊人的 可以说他这一天的成交量是阿里这只股票 发行以来的最大成交量之一了 可能发行当天会有更大的成交量 12月24号这一天的成交量 完全满足技术分析当中大量的含义 跳水道支撑位 然后呢又是大量成交 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认为 它这个点位将会是很好的顺势买入的点位 那我们来推演一下未来可能会有哪些走势 我们在裸K的形态上可以找到 这个点位是下一个支撑 大概是170左右不要精确 大概的范围就好了 也就是说170到190之间 我蓝色方框的价格区间是更下方的支撑位 然后呢从均线角度来说呢 当前正在支撑位上 那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行情的推演 第一种比较乐观的可能性 那么它可能走一个双重底 然后就继续走高了 这是比较乐观的情况 那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的情况呢 它可能是做一个没太大力气的反弹 然后呢又继续的创新低 然后创新低到更低的位置 到170 190区间的位置呢 继续走高 这是两种情况 但无论哪种情况 我觉得都是买入的价格 但是如果说这个股价有效的 就是一根比较实的K线 直接突破了170以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多单就需要止损了 可以考虑在当前分批买入 或者说是按照自己的建仓的习惯 去做一个多单 那目标呢 第一目标就是上方的压力区域 也就是300左右 那如果说按照现在的价格到300的话 也有大约30%的利润空间 还是不错的 那如果说阿里未来的经营情况非常好 投资者的预期是非常积极的 非常乐观的 那么如果说300这个压力区间被突破了 那后续涨到400 500也是没太大问题的 那我们第一目标呢 就是红色的这个方框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再看指标 从指标的角度来看阿里的股价呢 RSI指标是达到了超卖的区域 在顺势的情况下 达到超买超卖 我们是可以入场的 目前是一个多头趋势 那么在多头趋势当中呢 RSI达到了超卖的区域 是一个理性买入点 是没有问题的 OK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阿里的股价一直是 多头 所以说呢我们在历史上看到 几乎每一次的超卖都是不错的买入点 可能偶尔的几次不是 那我们就需要我刚才说的分批建仓了 那如果说它走的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弱势的走势 那它确实有可能出现几次的超卖 但是这也没有关系 这并不影响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笔 长线买入的利润 MACD这个指标呢 也满足入场的信号 顺势 然后这两个低点形成了背离 那股价在这里看拉升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任何的技术分析都是看胜率 不能说百分之百它就这样 所以注意自己的仓位 OK这是阿里的分析 我们再看道琼斯指数 道琼斯指数有很多次非常好的案例 它是多投趋势 这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非常强烈的发散多投 然后我们看08年金融危机 股价持续的跳水 它也是刚好跳到支撑位 然后就没有再跌了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超长线投资者 满足逆向不逆势的投资原则 你看可以获得多少的利润呢 我们就说大概的位置 不要讲太精确 如果说以平均成本在这个位置进场的 我们看一下 拿到前高的利润也有57% 指数的涨幅百分之五是什么概念 那个股肯定是涨疯了 OK我们再看后续很多机会 比如说三月份的这次 股价迅速的跳水 但是刚好跳到大级别的支撑 我们拿到前高看一下 股价的涨幅是56% OK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逆向不逆势的入场机会 OK我们现在进入到石盘推演环节 来讲一下下周有什么交易的机会 OK现在进入到石盘推演的环节 这也是我视频最关键的环节 今天的顺序是欧元比特币黄金 我们打开图表 先看一下美元指数 在上期视频我推演过美元指数 目前行情走的比较慢 但也符合我的预期 没有问题 美元指数现在还是看涨看反弹的 上期的视频我就不再重新赘述了 我今天讲的逆向不逆势的趋势入场原则 在美元指数上也是同样适用的 大多数的技术分析最终的结论都是一样的 在有的时候可能有冲突 但多数都是一样的 美元指数依然保持看涨的状态 看反弹的状态 然后我们看今天说的欧元 欧元的占比是美元指数当中最大的 美元指数的走势和欧元基本上就是相反的 美元指数涨 欧元就跌 那美元指数我们看强烈的反弹 那欧元我们就看强烈的下跌 我们看欧元可以做一笔非常小的单子 大概关注1.23的位置 1.23的位置如果给到的话就做空 大概抓200点的空间 抓到12月9号12月10号的开收盘价 就是这个位置 大概可以做200点的空间 230点的空间 然后我们就固定做二盈亏比的单子 我们抓200点的空间 那止损就放100点就可以了 这是欧元的行情推演 然后我们看比特币 在上期视频 比特币我们是看回落到4小时或6小时隧道 然后顺势做多 但是行情直接向上突破了 我不是特别擅长做突破 我在电报群里面通知大家做突破做多 然后拿个1000点的空间 但是我没有拿到太好的利润 赚了一个手艺费赚了资金费率 基本上等于保本就出了 没有抓到后面的利润 但没有关系我们做自己擅长的就OK了 利润也足够吃了 目前裸K的状态还是偏弱的并没有太强势的上涨 已经在高位进行了两天的震荡 而且过程中还是偏弱的 我们依然等待它回落到下方 但是这个我不太肯定它能够到4小时6小时隧道 我们还是等它止跌 大概是到下方的某个位置止跌 整体的原则跟之前是不变的 它止跌以后呢 做了一个横盘 然后突破 我们去顺势的追多 拿到上方的卖压区间 整体的思路不变 只是价格的预估变了 隧道有所上移 那么我们可能等到上方的位置 大概在这个比较宽的区间 它到了 然后我们再去接 然后做多就可以了 这是比特币的分析 行情走的比较慢 我们耐心等待就好 不要因为行情走的慢 行情不符合我们预期 所以说我们就去着急 没有用 等到行情符合我们预期的时候 我们再去进场 我们关注那么多品种 对吧 不用着急的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黄金 黄金目前的走势还可以 黄金目前呢 是走出了一个收敛三小的状态 那如果说行情继续收敛的话 我们是可以在它突破的位置去追的 比如说它向上突破 收了一根比较实的突破K 那么我们在突破K的收盘价入场 然后止损的话 在下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上方拿到1950 甚至拿到2000 问题都不大的 当然我更希望黄金会回落 黄金在日线上 我之前分析过 日线依然是发散的多头 在日线这个级别上 我们看多保持不变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依然希望行情能够给到下方 大概是1830到1850的位置 让我们去做多 我在这里做了一个价格标记 如果说它达到了下方的位置 价格会提醒我 大家也可以设置一下 这样方便 不用每时每刻的都去盯盘 如果说行情回落到下方这个平台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分批买入 比如说我们在下方先买个1.8手 然后如果给到更低的位置 给到这个平台 那我再买个3.8手 这样来做黄金 我们目标呢 如果说给到下方的位置 我们目标就要勇敢的拿到1950以上 就是拿到这样的一个大的跨度 那这个才是真正获利的机会 那如果说是做一个三角突破的话 那我们就买一个正常的仓位 买个大概是两手三手就OK了 OK这个是我对黄金的行情推演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